好,回来拍过春秋 刚刚就说了一部台湾片《消失的情人节》 接下来这一部其实是香港无上的 但就是Netflix自行上了,就叫同学麦拿斯 但是同学麦拿斯大家熟悉的黄顺尧导演 他就是之前拍过《大佛普拉斯》的 都是一部很受欢迎的台湾电影 这次就是同学麦拿斯 其实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两者是 可以有两个人物有关系 但其余所有东西其实是不是很大关系呢? 其实同学麦拿斯这部戏 我觉得他有个地方也挺有趣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剧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因为他主要是说四个中年男 四个台湾的中年男人 他那个地方是不是台中来的? 其实是 他那个地点我记得好像是台中 就四个男人 环绕着他们的 即是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 还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 就是说这四个男人 所以如果和戴法普拉斯 如果你和他拍在一起来看 他那个手法就好像有些不同了 因为戴法普拉斯我觉得他 叫做有一个完整小小的故事 但是麦拿斯就好像就不同了 那两个人 那两位你们怎么看呢? 这两部戏 我说他不是没有故事 他四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故事 也有穿插 即是几个人物可能会牵练在一起 他逐个逐个看 又不是故事性 故事性都不会弱的 但问题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整部戏 放在一起看 又觉得这部戏好像散了一些 而且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焦点 我其实明白他想说什么 因为这部戏其实是王信耀 源自他自己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无乱三少》 就是说他几个中学同学 就是他以前的同学 中学同学 那就是拿了一个小鹿 拍他几个同学 记录他这部戏 后来他有个同学 是真的过世的 是啊 他到了最后结局 那时候是有致敬这位同学 是啊 那就是因为这部戏 这部戏就是 如果你想看的话 其实王信耀说 他自己有很多传货 可以去上火丢 都可以 帮帮他 是吧 是啊 ok 我想看 其实他每一个故事 都说回那个主角 人到中年的时候 遇到一些 一些很令自己很难做尴尬的事情 比如说 拆开来说 有一个是做导演的 一个就是 在那些 是不是保险公司 还是 总之就是在大公司做事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那一个就是 就是有口吃的 就是劉管平 我可以看了很多次的 那他就是做知诊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阿南就是 他是一个 真是他最兜的 他就是打工不成 人家介绍他去做 他应该是为女死为女亡 因为他的同事 他是做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的调查员 还有说他之前 这份工作之前 说他是因为他女朋友 就是认识了个女孩 然后给女孩子 常常骗钱的 那之后 就好像 Alice 口中说 非常之逗帽 是的 而都拖了拖了 一些情节 他这几个朋友 他都遇到一个 中年的危机 比如说 就说 鄭銀石的角色 他叫做什么 忘记做什么名字 他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他就在公司那里 做了很久 可以说 他自己都说 我没有工多余劳 我做得最多的 但是永远都升不升去 他就觉得很 他叫做 他好像做什么 都是 乐德维他人作家衣裳 他自己是很不甘心的 但是其实他那种性格 他同学 老死兼上司都说 不要这样做事 大家都很难做 搞到他自己都很尴尬 而施明瑞就是做一个 廣告片导演 经常都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 但原来他说他不懂拍电影 不懂拍电影 但是不知道 因为这样就被人利用了 因为你也知道那些政治很烤烤烤的东西 那些选立委 那些 选立委 那些就互相针对 就是说 我一定是不可理的 但是在这些玩手段 就说 不如叫个 什么都不懂的素人出来选 就选择这个 就是 随手 附近这个 最容易入局的 就找了导演去做 选立委 那导演真是飘飘然 以为自己真的被人看得起 但是当然他什么都不懂的 而还有就是说了 帝杰 就是做指责各位 他就惨 因为他就是 他真的 他整个人都是为朋友的 为朋友做想 就不为自己想的 就是结果自己就是 错过了很多机会去认识人 他自己也有个很严重的口吃问题 就是 除了跟他几个朋友之外 是跟其他人溝通不了的 亦都因为这样 和他的职业 就是令到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其实他是一个好人 只不过是 不懂为自己打算 那四个人 再来讲 纳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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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 罐头 罐头就是做人口补查 竟然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人 是他以前懂得的旧人 而且是他读书仇的梦中情人 但是 都是因为 生活上 或者人生上 不知道遇到什么事 就变成了一个 做了妓女 那对他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是 按摩者 按摩者 美妓女 按摩 很大的冲击 按摩 台湾有这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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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故事都是有趣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夹在一起 就好像 就觉得 没有了一个雕点 譬如说你看《消息的情人志》 你看《孤美》 《无声》 都会有一个重心的嘛 但是这部电影好像失去了 我想回应你两个东西 这部电影 我觉得 有些人说 其实有些像是 大佛普拉斯续集 或者是一个集团去看 因为关导演事 所以我也有和你们去讨论 就是说 我自己比较喜欢大佛 那其实有些像 Aganes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 大佛比较容易聚焦 但是其实你看看 它两个拍法力很相似的 就是 你如果有留意 就是它一开球 它就黑白的 那然后其实就是 大佛普拉斯那种 那种拍摄方法 那种讲话 就是用一个旁白 纳豆的旁白 带出了一个故事 那当然 大佛普拉斯更加长的旁白 那当然我们这些这样的 就是台湾气征的 那你听台语 你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很亲切 但是其实 反过来 如果不是接触 那么多台湾片的人 你就会觉得 哎 那套东西你是入不了局的 那样 无论是大佛普拉斯 甚至乎这套 但是我觉得 大佛普拉斯那时候 那个感觉的好 就是 他那时候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 比较深的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特别的拍摄方法 还有他讲故事的方法 很有趣 那所以 我用有趣 这个字 就是整套戏很有趣 那么你很快 整套戏就看完了 那当然他那时候 金马就拿了很多奖 就是很厉害 那样 那就到这一套 那他还没上Netflix 那时候 那我们大家都有看金马 你就看到纳豆 拿了个最佳南配角 那你就希望 我就觉得有些期待 因为 就是平时大家知道 纳豆的形象是怎么样 就是不伦不类 很搞笑 又丑样 那你觉得 他拿到最佳南配角 可以拍出些什么 出来呢 这样 那 to be frank 一打开一套戏去看 他去做这个角色 你看到那个纳豆 是真的在演的 就是不是很纳豆的 你看到那个化妆 那只眼睛下来 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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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就是我反而觉得 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切成真实的形象 因为你 那样的偎油丑样 你怎会这么聪明的 对不对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 接着有这么多女 他很多女的嘛 OK 叩相都很漂亮的嘛 那样 那所以 你看到就 就很有趣了 而且他最有趣就是 他拿了奖之前 他不是和Ken 一起去主持金马奖的嘛 就是他们两个 那个台队 那你觉得 嗯 这套东西我有期待 那我去看吧 嗯 我没去到那个感觉是有支离破碎 但是就 嗯 我没有很投入到套戏 就是我就觉得 嗯 四个男人 然后在那里讲话 四个故事 觉得我人生到了四十岁 那就 其实都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得下 就是这个是他的故事的主题 就是很多东西都放下了 就是最后 他的同学死了 那样 但是 那个冲击力不够大 普罗拉斯 我觉得 就是对于我 作为一个观众 啊 应该是用过同一个手法去拍 去再拍 他就好像又 又做不到一些新东西出来 所以令到你觉得 驚喜欠奉 是啊 是啊 因为第一次你已经驚喜了嘛 接着你再来 那你会觉得 嗯 是啊 翻兜了 那所以我自己不其然 我就会立刻去拿 狂舞派和狂舞派3 来比较 就是 狂舞派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很有冲击力 谁知道竟然 忽然间 到第三集 变成了 Terminator 那样一集 好看过第一集 那我后来再去看回 我有后来 就是我又在Netflix 再看一次第一集 我就发觉 我再看回 因为我看过第三集 我再看回第一集 我就反而觉得 嗯 第一集就真的 不过无片 没了那种 就是 整套电影这么精彩那样东西 但是 现在看这套 麦拿斯呢 我就觉得 嗯 真的有比较 真的没那么好看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阿瑶 就是阿导 阿导 就是阿导 就是阿导 那个龐白 是会太多 我觉得那些参与 是啦 他变成是 他很想 其实他是第五个同学来的嘛 如果你这样看一部电影 其实是 但是呢 如果你又不是用一个上帝视觉 你又好像是用一个上帝视觉之余 但是 很奇怪 其实他的定位 我觉得是 你明白吗 因为其实到最后 他会自己走出来的嘛 这个人是 但是你觉得大华普拉斯那时候 他的上帝视觉 是关系的嘛 是 是啊 你觉得很抽离的嘛 是啊 你觉得这点你讲得很好的 就是 他好像是第五个同学来的 但是你又发觉他好像 一整部电影他没有出过 没有关系的 那你就觉得他在那里 如果用国语来说的 就是 他不停在那里碎碎念 嗯 就是变了 其实我们之前觉得大华普拉斯 他那个上帝视觉 那个浮夸是很有趣的 但是这部电影呢 他做不到这件事之余呢 反而其实 如果这部电影呢 我觉得没有了他们 没有了这个旁白呢 我觉得会 好看一些 至少我可以 在这四个人上 咦 这个旁白现在走出来 其实究竟这个人 好像又认识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就是好像啊 杰仁石那个角色 啊电锋也会和他聊天 嗯 那就是 你是怎样的 其实是 就是你会令到我 作为一个观众 我好像Anders 刚刚说的一件事就是 那个焦点没有都不知道 已经四个人了 已经是 如果放第五个人 那么 会有一些 其实是 有一些 我不是说不好看的 但是我是觉得 嗯 很奇怪的 那么我应该 去哪里呢 那个位置 是 我还想说一件事 就是说回 近年呢 钟孟雲去监制 不论是他自己做导演 或者是他监制 人家的电影 其实在台湾都算多的 就是去年 就是除了他 前年就是《洋港普照》 那去年就有《腿》 和《洋港普照》 和《洋港普照》 都是他监制 但是 他自己做导演的 就没问题的 但是他做监制的 人家做导演的 就是 一来可能就是 你看一看那个导演 或者那个編剧 那个高不高明 就是《洋港普照》 你看到腿 就觉得一样的 腿重大了 其实 那么 那《洋港普照》 那《洋港普照》 其实是自己持旗的 那《洋港普照》 那《洋港普照》 他依然是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就是中士特色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中士效应呢 其实他对于 近这几年来讲呢 对于 导演 会是好还是坏呢 就是 如果好的话 他就会好到就是 《洋港普照》 《大佛普拉斯》 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成绩 但是如果不好的话 就会可能 就是 你受到一个导演 你觉得监制的影响太大了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呢 所以就变成了好像是 他相对上去的作品 就像一等 那个成绩就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理想 腿是不是只有我看了 应该是 因为我看完腿 我觉得像《中万云》的作品 其实都挺大事的 这件事是 就好像安德斯所说的 就是中万云 是一等的作品 其实我们看完之后 其实我们 我和《大王》一起看 都有一些失望的 其实这套和《中万云》的 就是一个通 无论是通 讲故事的手法 出则计计 那些东西 其实你不告诉我 是中万云监制 我以为是他导演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他现在和麦拿斯 他没有《大法普拉斯》那种神采之余 又好像真的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去了监制的特色 其实他好像两个重心 还没拿得正 其实他没有去到一个王信耀 其实他的旁白 可能就是王信耀作品的特色 但是这次 其实你会看得到 他不可以再用这个东西 下次的作品 他要再想一想这个方式 因为《新鲜感》没有了之余 亦都令到作品好像没有那么好看 这个真的要 其实监制 其实不可以 你会觉得是不可以 插入得太多 我这样看其实是 尤其是现在看完《唐麦拿斯》 我是有些失望 尤其是我这么喜欢《大法普拉斯》 嗯 虽然说阿瑶 阿瑶的什么保证 他的旁白真是独书一格 但是不能够濫用这么多次 其实我只是想问 我们女人看这部电影 是的 我想问男性 你们看这部电影 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们看 就是说四个中年男人的东西 其实你们看完 你有什么感觉 阿Mai 其实是 你今天跟我说过这件事 你猜不到你以为他很喜欢 因为这些所谓的《婴》 但坦白说 嗯 可能这四个人都太失败了 所以你投入不到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没有贬义的 这套东西 没有贬义的 我是事实去陳述 一个角度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 你跟我说这件事 你觉得我会投入到 是 为什么男人就会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着都反问自己 你认不认得那样的 为什么男人 我认得那样的 还有为什么 我不明白那样的 就是 为什么男人四十就要疑惑的 不是四十是不惑的 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辛苦 他说到很辛苦 他几个 但是这些 我觉得整件事 是太过戏剧化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很好戏剧化 他写了 可能我们不是台湾人 我不知道 就是 嗯 是 就是 会会会 我 我投入不到 是 嗯 所以这个 是 不想正常 其实 都不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大佛普拉斯 在香港都已经不能收 如果这套东西放在香港 都不知道怎么推卖 尤其是今世事 是的 因为大佛普拉斯 那时候 其实我们 大家有很多台湾朋友 我们个个台湾朋友 都叫我们看的 然后 大佛普拉斯 是在台湾那时候 是爆收的 然后 我不记得了 是Thomas 还是谁说 那么巧我那时候 去台湾玩 你不知道是不是Thomas 应该是Thomas 不断问我 有没有看大佛普拉斯 那我那时候 没时间 因为太多戏要看了 没时间 看到后来 我回来 才再找来看 那 好像是 然后 之后 好看 但是 你说这套 这套电影 其实大佛普拉斯 已经是有少少 那种台味太重 就是当然 那种对白 遥色那种 那种拍摄方法 那样 如果 我们看回第一套 台湾片 和这一套台湾片 他这一套 不是 他这套真的很 local 那可能 或者 好像讲笑 那样 台湾不是有很多 以前 你应该知道 就是台湾有些集 做美国工地 show 那样的 就是你的工地开 那时候 有些 比坚尼姐姐 跳来跳去 那你想想 你放诸于今天 你对于一个香港人 去看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 你怎么这么古怪 那样的 所以更加 更加 我们进不了他的局 那里 例如他那四个人 他做的那些事情 他选立位那些事情 你不熟台湾 你根本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操作 是不是 那当然 就算你看很多次黑金 你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他这样操作 对不对 那所以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有多兴趣 你走去然后去选 那香港人就是没有可以选 选择了 就是乘坐牢 那样 就是乘坐牢 OK 所以 就不是很宽敞 那我们的事 你说 我没有记得香港还有没有人口普查 那不是这样的 有,有,有 我们找一些学生去做 不是这样的 那是一坨上来的 那不会去拍门 一流一的 那没这些事情 那你至於其他做保險的那些 香港人做保險的那些 大哥我做過,大哥不是這樣,很激烈的 有康立的,為什麼拍桌子罵人家 大哥他拆你鞋都不夠時間 所以四個角色是完全與你無關的 但是他又不是很有那種戲劇的感覺 不是好像我們上一套戲那樣 這兩個人都是與我無關的 渣巴士那個與我無關的 然後甚至乎馬賽克也不是與我們無關的 但是你覺得我正在看電影,很舒服 那樣沒有,就是這樣 這套就是大家都被想像中的失望 所以都沒所謂 這節我們差不多完結了